2021年联合国秘书长致辞 废除奴隶制国际日 是回忆和纪念的日子 也是号召采取行动的紧急呼吁 我们绝不能忘却数百万非洲男女和儿童 在跨大西洋奴隶贩卖的罪恶之下 遭受的无尽痛苦 我们向遭受苦难 仍坚韧不拔的人表示敬意 像在共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 牺牲的人表示悼念 奴隶制的种族主义遗产 至今仍在回荡 尽管一些人可能认为奴隶制 已经成为过去 但这一罪恶继续祸害 我们的当代世界 在意农奴制和强迫劳动 出于性剥削 强迫婚姻 同工等剥削墓地 贩运人口 以及在武装冲突中招募儿童 都是奴隶制的当代表现形式 所有这些都是犯罪和极为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 现代奴隶制往往隐藏于光天化日之下 当前有四千多万奴隶制受害者 其中四分之一是儿童 四分之三是妇女和女童 一些受害者被迫生产我们穿的衣服 吃的食物或建造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楼宇 贫困和边缘化群体 尤其是少数种族和族裔 土著人民 难民和移民面临的风险最大 来自少数群体的妇女和女童 是最脆弱的群体之一 二十年前班德宣言和行动纲领 确认了种族主义 歧视和人口贩运之间的关联 COVID-19大流行凸显了提高警惕的紧迫性 我们必须确保人们拥有体面工作 防止整个全球供应链中出现侵犯人权行为 我呼吁会员国 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 加强集体行动 终止这些令人法治的奴役做法 我敦促所有国家加紧努力 发现并保护受害者和幸存者 包括为此向联合国当代刑事奴隶制问题 自愿信托基金捐款 让我们携手努力 最终彻底消除 入末人格且不人道的现代奴隶制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各位一位贵宾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人权 包括生命和自由之权利 不受奴役 和酷刑之权利 意见和言论自由之权利 获得工作和教育之权利 以及财产自由 积住及迁徙自由等 其他更多权利 从1986年开始 联合国订定每年的12月2日 是汇除奴隶制国际日 提醒人们要消失 现代形式的奴隶制问题 在现代社会 一般人的概念 会认为奴隶制的存在 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 如今在世界上 大多数的地区 都不容许对人身自由的控制 自如强迫劳动 在意 强迫婚姻 人口贩孕 同工等 但事实上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 全世界共有 4,030万人 沦为现代奴隶制的受害者 因此 奴隶制不仅是历史遗留的问题 且是仍然存在的不平等 这也是为什么 汇除奴隶制 至今仍然是个重要且严肃的议题 各国各界 皆必须重视 从个人心理的观点来看 虽然日今的社会洪波发展 物质生活不断的进步 但是若没有心灵的修养 那么物质的优越 反而造成人们的心灵空虚 甚至产生心理问题 进而引发生理疾病 人们会因承受内在外在 有形无形的压力 而成为自求辛劳的奴隶 状况轻微者会感到不快乐 悲伤 忧郁 状况严重者可能心灵迷失方向 哪里辨别是非 为满足自我利益后 成一时之快 而作兼幻科 或为非作歹 甚至后国殃民 这也就是人的心生病了 被心谋奴役了 像这样的现代心灵奴隶 仍然存在世界各地的人类生活圈中 需要被救赎 现代奴隶制 在法律中并没有给予定义 就其本质是指个人 因遭受胁迫 暴力 欺骗 或滥用权力 而无法拒绝 或逃离了被剥削禁欲 根据实际状况来看 个人遭受胁迫 暴力 欺骗 或滥用权力 迫害的来源 除了强势的个人组织之外 较多是来自政府 以不正当的手段 行使公权力 对人民不公对待 与人权迫害 在现代公立社会下 许多人在整体社会制度 及社会风气下 或职场刻意营造的环境中 已然成为现代奴隶 而不自知 就如同温水煮青蛙一样 个人未必有所察觉 社会也未见重视观智 如此上行下效的奴役氛围 长期下来必定会严重影响国家的发展 与人民的福祉 甚至影响人民的身心灵健康 例如台湾政府为了税金积增绩效 设有税务奖励金制度 形成那追求绩效与奖金的组织文化 从严信心理层面来看 税务人员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奖金 可能造成滥权课税的形势 而纳税人也因此被违法税单 与司令的行政救济制度所奴役 追根究底 税务人员也在奖金制度的积飞程式下 无形中成为志愿的被奴役者了 因一昧追求绩效而忘却了良知 而国家也不失改革 不愿勇敢政治问题 造成无数的税努悲剧 人民难以获得公益 甚至生存权被剥削 这绝不是民主、法治、自由 人权的国家该有的景象 人类生而平等 天父典权不可剥夺 无论是奴役他人 或被他人所奴役 都是不该存在的 这种从根本 火定权性尊严的奴役制 甚至剥夺了人的生存权、生命权、财产权 更还论平等权与自由权 皆以权权之道 背道而驰 如何从根本 汇除奴役与奴役 心事根本 世间所有一切的美好与罪恶 都是心的作用 唯有透过真心修行 去除人心的贪、参、吃、慢、鱼等五毒 才不会奴役他人或奴役自己 官知现今的人们被公权名利心所奴役 却不自觉 失去良心 为所欲为 害人又害己 而更上层的修为 如耶稣被灵类、被鞭打 仍然为了真理 背负十字架前行 然而他的心是自由的 纯净的 不被任何他人所拘异 这样的精神 为世人结识了 以良心 互为真理的典范 而更深一层的含义 则是以身四道 提醒世人明白肉身痛苦是短暂的 唯有灵魂永恒不朽 在这个混沌的时代 良心显得特别重要 也是生而为人的价值 良心从内而外 唤醒每个人心中的正义与勇气 引领我们的所奏所为 希望每一位世界公民 每一个国家的政府 都要实时自觉 自省 检讨 并适时地除恶习 不兴局 以平等 以博爱的胸襟 以探究法理 与真相的热忱 以治国与国际的宏观 及真民主与真权的宿养 让各种形式的奴隶制度 都能根除 振兴良政 照顾人民 世界 爱平 祝福大家 心安 心平 幸福 和乐 以我们这么优秀的团体 以我们这么热爱台湾 热爱世界的团体 都受你财政部 受你国税级 受你这些不良的 税务人员的欺压 那其他的老百姓呢 其他的老百姓呢 其实太极门很多弟子也跟我讲 他说我们今天 不是只有纯粹为太极门站出来 我们是为了那些 为了是躲在很多黑暗的角落 那些弱小团体 还有一些弱势的老百姓们 被你欺压 我称为这些人叫什么 叫税奴啊 税的奴隶啊 你这样六年 已经五年平安了 那当初开了那个税务人员 要不要负责任 要不要处罚 要不要开除 要 拿的是我们纳税义务人的钱 拿的是我们一分越好 辛辛苦苦赚出的钱 我们养这样的税务人员 难道我们当老板的 不能把他开除掉吗 呼吁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我们呼吁我们现在的立法委员 要拿出勇气 要拿出破裂起来 继续来就是我当年 没有完成的 税务人员的退场机制 应该要继续把他怎样 执行下去 大家说好不好呢 好 谢谢 各位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新冠肺炎持续在全球肆虐 尤其是病毒不断的在掩替 不断产生新的变种病毒出来 在上一集中 我们从新冠肺炎角度 来看台湾的法税状况 谈了轻 中 重症 无症状 以及感染源不明的状况 今天我们还有哪些对比状况呢 我们继续邀请到石中先生 来跟线上朋友们分享 台湾法税的特殊状况 欢迎石中先生 好的 各位线上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首先要来跟大家报告 今天死亡案例一名 台湾因为欠税和欠费 被移送强制执行的案件 这几年节节高升 连续几年都超过一千万件 也就是说平均两人就有一个强制执行案件 在这么多的强制执行案件 确实有存在许多不符比例原则 很有可能是过度执行的案件 甚至会发生被强制执行者 因为遭一道滥权的课征 郁郁寡翻而往生 我们来分享一个 简永松先生的案例 由台湾财经 刑法研究学会等民间团体所举办的 21世纪 国家人权重大破坏案件 你最想知道的真相是什么 网路票选活动 结果简永松案 名列第五名 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我是一个税宅府 我们的税宅第一条就说 你如果要靠税 一定要穿作的 把百姓改罪 你是法队条权 但是我没有税审 我们的税宅所举办家定处 电话刑柄的机会 很重要 我要看刑柄 他说不用了 这案子已经送出来了 你要知道 靠几千万 七千万 我去 感谢你 做新所 感谢你 把财政部说 你这样不行 在委员 但是财政部 电机丘兰都没有 如果有犯罪 我现在下边也有犯罪 可以支持建议 原来犯罪 跟财政部这些罪官 是螃蟹一气 所以我们要说就不好 是这一场 现在存在的队 财政部的口径 财政部的恶劣 财政部的不羞犯 必须好人家更好 反文权 反文权 要生存 要生存 放文权 放文权 要生存 要生存 所以 我们的表达 要生存 我今天七十八月 我作为 这个财政部的财政 我会跟你有完没完 我死了 要有我们家的夾销 我们是 我们家的故事 我要有我们孙的夾销 我觉得跟财政部 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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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永松原本 原本有一家公司 从89年起 就完全没有营业 会计师已经签账证明无营业价值 税务机关竟然用93年已经废除的 无形资产座驾条例的解释含领 对已经解散清算的旧公司 开单追税7000多万 国税局从未给予简永松陈述的机会 为了进行行政诉讼救济宿院程序 他东错西错缴了3000多万上诉 原以为行政法院会主持正义 没想到行政法院法官偏向国税局 开庭还打瞌睡 照抄税务机关的答辩资料进行判决 对重要的证据视而不见 连提都不提 简永松向监察院申诉 监察院也向财政部说 这样违法 但是税军机关财政部完全不理会 税军机关追税不用依据事实 纵使预约了五年核课期间 引用已汇除的解释含令 竟然仍能不断地追税 简永松是国际特赦组织第一任召集人 还承认行政院科技顾问 仍遭受税暴力的迫害 直到109年死后 国税局仍然继续追杀 明明是冤案 仍旧没有平反 税制对人民影响证据 少数税官的违法课税 就足以摧毁企业及个人 简永松所开发的金融科技专利 帮助中小企业提高获利力 对台湾金融界创新贡献良多 两个月就可以完成一个专利的简永松 却发挥多年心力、精神和财力 耗损在违法税单上 哇哩嘞 这样的法税病毒实在太强了 不知令人致死 还导致家破人亡 台湾法税环境存在这样的病毒 实在让人不寒而栗 新冠肺炎还会衍生出许多变种病毒 这部分对照台湾的法税状况 不知道石中先生怎么看呢 好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台湾法税状况存在一种解释含令 一般而言解释含令是为了原有适用的法令上 需要清楚的解释法令原意 可是财政部不知考 透过修法来完备征税法令 反而走了捷径 把解释含令川朝互惠当成法条来用 有位L博士在国际间拥有极高的知名度 应邀回国报效 连小营总统都肯定过 并让他拿出一项专利申请专利座驾 L博士表示 当时从国税局经济部工业局 到台中市政府全部核准通过以后 他就申请坐驾 把这张价值三亿的专利 冲作公司资本额 没想到年底却收到一张高达上亿的税单 结果莫须有天价税单 沦为税债户 国税局完全不留任何活路给人民 也由博士控诉他 所有财产 银行 账户 房子 全部都被查封拍卖 连上千张专利也遭查封 专利一夕之间变成零 公司倒闭 造成损失上千亿 致使他无家可归 只是因为国税级最大 少数官员可以任意用不同解释含令 来克征税收 坑杀人民 阿娘 喂 真是 财政部的解释含令 没有透过修法 没有透过修法 没有哦 难道是不用修法 就能直接拿来当法条用 让它大过于其他法律 这跟土匪有什么两样呢 杀鸡取卵的课税方式 人才敢回来 已经把人才送出去了 外资敢来 多少外资因此撤离台湾 这让台湾前途无量的变种病毒 无良 是不是就看不见病毒了呢 还有种病毒是变变变 杀也杀不死 来听听一位中区国税局 苗栗县分局前局长 陈和花先生 面对太吉门弟子之宜 法院判决中区国税局 苗栗县分局败诉 为何七年来不愿归还 一角的租任所得词 竟然说出法院的不算数 太吉门这个事件的一审判决 那时候 宗旨是只有一个 就是人性尊严 宗的宗教自由跟信仰自由 跟思想自由 那我觉得那个 说法这一块呢 也应该要重视这个 比如说那个判决里面 一二三审我们都认定了 这个是赠予性质 那就不应该把它解释成补习班 这一件案子呢 是完全就是 因为他认为这是禁私的 这是一种证 经过我们法院三审的定验以后 我们详细的论述 起诉书哪里不可采 所以一件单位如果以这个起诉书 来作为磕碎的根据 我觉得是匪夷所思 全都已经判决了 还得不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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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影片中看到税官的跋扈 完全不把司法官员判决当作一回事 如何说服人民信赖政府呢 也难怪国税级的税单会万年不死 一开再开 因为行政就计判国税级输了 国税级可以不认账 赢了才算数 一个民主国家信赖的基础就是法律 而法律是由人民所选出的民意代表制定出来 再交由政府官员依法执行 这是民主法定程序 也是人民信赖政府实证的最一本原则 哈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若要过此路 留下买路财 哈 都是国税局说了算 法院说的都不算 不是变成恐龙怪兽了吗 让全世界忧心忡忡的Omicron 变一株来势汹汹 恐怕即将造成严重威胁 通常我们只要14天 就有珍珠光泽般的肌肤 它一样14天 但是会变成魔王 Omicron及所有变一株大臣 听说台湾法税也有一个 极超级病毒大臣的案件 侵害人民25年 请注意单位 不是天 不是月 是年 是的 太极门冤税假案 是学者所称 台湾法税的228 台湾所有法税问题的造妖境 为何这个法税病毒 会越变越大呢 太极门冤案是 85年 以宗教扫黑为名 遭法税夹杀的整肃案件 法院还给人民清白 所有的证据都清楚证实 国税局是错的 但国税局却可以不作为 也不理会华院判决 持续迫害太极门 行政院召开跨部会议要解决此冤案 财政部国税局竟公然毁约 甚至移送行政执行署 连锁强行拍卖太行门土地 并收归国有 罢领五院耗损政府微信 法官是来捍卫人民权益 不是国税局的附庸耶 身为法官就该本着良心 来审理每个案件 台湾的行政法院被称为败诉法院 真的是其来有志 老百姓想捍卫自己的权益 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 由此可见 找到病毒根源连根拔起 就是最好的防疫疫苗吗 没错 找出病毒根源连根拔起 用良心感化是杜绝病毒变种 最佳良方 在太极门甲案的病毒根源 是侯宽人检察官 各界对侯检察官违法滥权至今 未受惩处的评论 有以下各界的一些说法 虎仁大学七管系兼任助理教授 魏世聪就表示 转型正义就是要彻底调查真相 公布全民究责 但政府就停在调查真相的阶段而已 公权欲破坏税务人权 本来就要还给人民清白 整可划金界限在1992年以前为卡帝 以太极门案及程庆序案为例 本来就知道是错的 还制造假证据 让人民不断走救济四线的路 行政程序案是公务人员的道德条款 公务人员违反了 却没有任何究责 中华道统联盟主席林军林表示 24年来一直在关注太极门的事情 看着太极门师徒一直秉持着 和谐理性守法的精神 为人民争取应该的权利 经过了多次的政党轮替 为什么没有被重视到 看到太极门师徒顶天立地的精神 相当敬佩 民主国家政府 应该要以公仆的精神来执政 人民才会有被尊重的尊严 这才有民主 林军林指出太极门的事 已经不只是太极门的事而已 已经是全民的事情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这样会对不起上天 也对不起台湾这片土地 我再来补充一下 有位曾经审判过太极门刑事案件的 赵子隆法官 曾经在论坛上 说了这么一段话 案子从发生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 然后我当时呢 发生的那一天我就在现场 那我正好是学习司法官 就参与着当时的搜索行动 然后到整个案子 经过我一审的审理 到现在无罪判罪确定 也经过十年了 那这个时间对一般老百姓来说 的确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虽然这个结果是好的 但是这个过程的辛苦 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那我想这个例子呢也可以作为我们司法人的一个借记 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国家跟司法制度都能够朝正向发展 不要有太多的冤枉人的机会 那谈到太极门 刑事案件正好我是第二审的审判长 我那时候当庭长 所以整个案件审理 我是审理其境 是我经过我们的何一廷来审理的 那就这个案子来讲 我觉得匪夷所思在哪儿 拿检察官的起诉书 而不拿三审定验的判决书做根据 然后来继续的不停的追杀 来做瞌睡处分 我觉得不对 我只是做我一个法律人 身为审判者 审判者 也许是做何怡婷的审判长 我只是尽我一个应该还被告 一个清白的机会 所以做无罪的判决 并没有什么特别 因为就像这个案子一样 一开始媒体就这样铺天盖地的抹黑 我们在进行审判判无罪的时候 老实讲也会承受一些 无形的不是有形的 无形的媒体原来给大家 已经打的一些独争的影响 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我们要有合理性 要有合理性 不要把案件这样子 一直在这儿 这个上上下下 法院都给你三次认为你不对了 还有什么你可以继续再苛征的理由 我觉得这是我要做的结论 只是提供我的想法 我觉得这样子对国家 对人民的权益 尤其人权的保障 才能真正落实 谢谢大家 新冠肺炎的病毒 相信在科学家和人民共同努力下 终有被消灭的一天 台湾法税的病毒需要更多人站出来 共同来发声 为自己以及下一代勇敢向前行 我们呼吁政府官员尽速结束此案 执政当局必须透过纠正 严惩 行政执行署官员 和税务官员的霸道行为 百姓才能享有更多的疑郁 享受免于恐惧不安的生活 唯有唤醒每个人内心的良知 将这个基本理念运用在日常生活中 祈愿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 都能在良心的指引下心灵取得平衡 创造令人安心和谐的无意情生活 今天非常谢谢时钟先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